现在呢不管是种植这个油土栽培还是无土栽培 咱们很多的农户啊 包括这种辣椒啊 或者是这个番茄啊 或者是种植黄瓜 那么咱们打完岔子 或者是剪了一些老叶病叶 稍微的不注意 他们呢就是直接随时打下了这个叶片 直接就放了这个种植草里面 包括一些这个 落的这个花瓣没有及时的剪 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一旦呢水分比较大 就会发霉啊 也就是像一些双霉 或者是一柄的一些包子啊 都会容易形成 这样子呢就导致咱们 大面积的这个传播了啊 尤其是像这个辣椒来讲 咱们像一些这个静肌腐病啊 就比较的常见 植树量一大大了以后呢 本身这个辣椒就不耐烙 对不对 就很容易导致啊 根部静肌部交接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容易产生一个伤口 那么咱们打下来的一些叶片 或者是辣椒上的一些花瓣啊 一旦产生了一些一柄包子 或者是像一些这个霉层 就很容易顺住 这个静肌部的伤口 进到这个辣椒里面啊 从而导致了辣椒的一些死尿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希望咱们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在田野馆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打下叉子随时带入田外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一次打下了老业病业以后 我们一定呢 要打药处理一下 防止一些这个伤口性的感染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